一个人的力量或许不够强大 三十万人的思想或许也不够丰富 但此刻的布罗尼亚是真正的理智律者 在整个崩坏三故事的开端 我们就已经认识了布罗尼亚 在这六年里我们既了解到了 她在西伯利亚学院上的过往 而且也看到了她和圣弗雷亚的同伴们相遇 并且一起被卷入了崩坏和种种阴谋 而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可能还是她在经过历练之后 终于获得了理智律者传承的认可 并且就此踏上了属于她自己的道路 自此之后 这个小女孩就以一种冷静而克制的风格 始终思考着下一步的对策 并且背负着沉重的过去和厚重的传承 一步步坚定的成长 而在我们即将推出的故事中 《理智律者》的羽化 就是布洛尼亚在面对 这三十万人思想的传承时 所要交出的完整答案 羽化后的《理智律者》 是她自我突破的象征 我们想为她打造 一种最能体现她成长的装甲 一开始我们考虑去实现 布洛尼亚小时候所想过的那些幻想 比如说光束剑刃 还有我们其实动画里面出现的光轮轮滑 还有那种复合式的 和科技光束步枪等等 最终考虑到性能和整体设计的美感 然后从所有想法中 我们挑选了最酷最布洛尼亚的这种感觉 然后用这种电视中无法触及的科技维度 来展现我们的这种设计 律者能量充盈的布洛尼亚 身后会出现全息屏样式的飘带 和马尾尾部蓝色的星光 这些都是她能力成长的最直观体现 重装小兔也在和布洛尼亚一同成长 Recharge One Two Fire 羽化后的布洛尼亚不再依赖重装小兔进的输出 她在面对不同的敌人的时候 不再局限于近战或者远程的作战方式 中央小兔相对应的化身成更加清醒 科技感十足的无人机 在作战中帮助布洛尼亚记录 并解锁武器的数据 为随后的作战提供充足的准备 律者形态的布洛尼亚会构造出一柄长枪 帅气俐落的挥砍批刺 封锁敌人的全部退路 最后在小兔的拉拽助力下给予敌人强力一击 在小时候玩自己喜欢的游戏的时候 布洛尼亚其实就已经有了类似的想象 她想要构造出一种理论上完全不可能存在的机甲 但她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直到成为了真正的理智律者 她拥有了完全的自由之后 从前阻碍着她的过去和理解 现在反而成为了她力量的来源 能够让她实现自己过去的想象 为了还原这套布洛尼亚自己心中所想的 所谓我们的究极兵器 我们其实自己设计了一套整个装甲运作的逻辑 比如说这套机体 它其实是通过真理律它所释放的粒子来驱动的 这种粒子是一种蓝色无害的超级能源 当机体驱动的时候 身后会因为聪明的粒子溢出 产生伟厌的推小 为了完善机甲驾驶的体验感 我们为Bronia设计了专属于它的操作系统 每当Bronia启动机甲时 重装小兔在绿者传能下化为外骨骼机甲 将之前在绿者形态下解锁的数据一一展开 以环绕的武器阵列包围敌人 在Bronia的指挥下指着目眩的激光 牢牢锁定住敌人的浮游炮和追击导弹 三种武器从各个方位压制敌人 配合机甲高速移动的动作 对敌人展开机动性极强的攻势 当面对更多敌人时 机甲会迅速弹开隐藏在两侧的导弹舱和激光发射口 然后依照Bronia所想 加大火力覆盖战场 即使结束了高压的火力输出 Bronia也不会留给敌人任何喘息的机会 必要时他会果断启用主炮 对敌人施展一次压倒性的攻击 换穿大气场 用行动展示出他所欣赏的战斗回去 你见过星星粉碎的样子吗 毫无疑问 理之律者的传承对布鲁尼尔而言 是一条更加艰难的道路 而之所以义无反顾 并非因为他渴望成为英雄 而是在他看来 一些事必须有去做 即使是知其不可为之 这是我们真正相信的力量 也是崩坏3所理解的英雄 随着对布鲁尼尔过去的揭晓 我们将会对他的普通 有越来越深的认识 甚至可以说自始至终 他都是以人类的身份 挑战着人类难以体积的极限 而且尽管过程曲折 但他仍从失败中一次次站了起来 并且比以前做得更好 而且有所创新 这不但是属于布鲁尼尔的韧性 也是理智律者所代表的人类文明 能够长久存续的真正原因 这就是属于布鲁尼尔的答案